学生可以互相学习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 达到学生就会很多元 介绍学校背景 科系 还有环境 台湾慈济科技大学 来到马六甲进行招声宣导 吸引75位家长还有孩子出席聆听 还没有来之前他已经很想要读 就是说拿到那个毕业证书 到现在蛮长的时间 然后有去找工作 然后都不成功啊 就是说不懂要怎么 都没有那个方向 经过亲自了解 把握机会拓展国际视野 学习专业技能 人文素养 大野新闻 吕佳佳 陈佳生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